看你的樣子 像是要心事問罪啊 你是心虛了吧 這一切都是你設計好了嗎 沒頭沒尾的 我都不知道 你説的是什麼事 你別告訴我 你不知道 史密斯出事了 哪個史密斯啊 你別裝了 珠寶的訂單 是不是你下的 你說的什麼訂單 我不知道 你說的是法國的 那個史密斯 對嗎 你從一開始就算進我 和我搶迪瑞爾 讓你拿到雷茲 跟我説史密斯的故事 讓我繼續擔保 現在你又設計史密斯珠寶 讓他的資金出現問題 面臨倒閉 現在你如願了 雷茲順利進駐國內 史密斯擔保出現問題 法國門店被封 迪瑞爾到最後一文不值 本來我一直想找機會 跟你解釋了 我承認 在法國的時候 我確實設計過你了 雷茲要進入中國 慵懶是我們最大的祖令 恰巧你和他們的老闆 又是最好的朋友 所以在你收購的時候 故意刁難你 就是為了讓你 把我們搞定慵懶 這一點我承認 可是迪塞爾骨粉 我壓根就不感興趣 要不然你不會那麼 請你得到手 對嗎 還有 史密斯的事情 跟我沒有絲毫關係 你覺得我還會相信你嗎 如果不是你跟我講那個故事 我根本不可能心軟 讓史密斯繼續經營 你從一開始就給我下圈套 讓我往裡鑽 如果真的如你所説 我我幹嘛要承認 我在法國設計官呢 我完全給你全盤否認 就算你懷疑我 你也沒有證據來證明 我之所以坦白 是我真的想向你道歉 所以説你現在是良心發現了 不是良心發現 越和你接觸 我越覺得我沒有必要成為敵人 當然 我知道很難取信於你 但是請給我一些時間 讓我來證明 我希望這不是 我最後一次信任你了 還有 我已經查到了 是誰投了我的設計稿 誰啊 一個叫做墨許的人 他收買了我的人 投了我的設計稿 這個任務打過交道 曾經是競爭對手 你是怎麼知道的 孫彼得告訴我的 他幫我告他 而且他還把他的聯繫郵箱 給了我 我以孫彼得的名義 給他發了郵件 要求見面 要不要一起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啊 欧阳希子 最後簽約到孫彼得那兒 我的設計稿 最後也是到了孫彼得那兒 表面上我們都是被 十萬給設計了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不想知道 幕後的人是誰嗎 你不想知道 他想幹什麼嗎 難道一點兒都不奇怪嗎 還真是巧啊 他給我回郵件了 地址發給我 兩個小時以後見面 如果還有朋友 你不想找到 旁邊的 就我了以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